大家好,我是王文 我是居住在犹他中阳湖城的地产经纪 欢迎来到我的阳湖城地产频道 今天呢,我来到离海的核心地段呢 来给大家派套屋况不错的二手房 那这套房子呢,它是出门就是main street 就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周边这个生活配套相当的方便 主要是住在我们那个犹他counting Solid County啊 城市周边都是出门非常方便 基本上都是五分钟之内都能够找到 Walmart Costco的这样一个情况 在我们有他周,阳湖城周边的这样两个县 然后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小区的环境吧 以及这个房子的外观以及里面的情况 先给大家看一下小区的环境吧 那它是马路进来,它是一个Q的SAC 这里面呢,Q的SAC车子也很少 就是邻居的,就周边的邻居几桩房子的车辆可能会经过 开进来里面就四桩房子 然后当然它旁边有一些这个小区 居民还是可以的 人数上马路对面那些房子都很新 然后眼前这套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套竹洞 它呢是2010年建,占地0.2个英亩 有个大的院子,两个车的车库 那么它呢是两层楼的构造啊 这个房子它是没有地下室的 面积一共是2180尺 室内是三房 2.5位 现在的售价是55万9千 价格是非常的不错啊 是在我们这边由它做算中位数的价格 价格是非常的好,55万9千的 而且里面的户型也很好,方方正正 价格是非常的affordable的 然后呢它的房子后面也种了些果树 屋组种了些果树 整的来说呢这套房子呢 现价比特别高 比较便宜嘛 然后去年的年纪税只有2127美金 物业费只有每个月是20块美金 20块就是 而且它这是 它这个房子很有意思是可以做Ambn的 可以同时作为长租以及短租使用 做Ambn它是允许的 是非常不错的一套房子 那我们先去看一下吧 先看一下房子外面这里呢 正门口有一棵树 是那种鸟的果子的树吧 鸟小鸟可以吃的 然后这里有一块草地打理的非常不错 屋主非常用心的 打理的很好 然后这里右手边是两个车的车库 外面是长的JRF尾 停了辆车 然后里面去看一下 好 正门进来 进来以后呢 这左手 左手是一个 开放的一个空间 可以作为一个office或者会客厅使用 再往里走 右手边呢 它是进门有做了一个 进门的这个挂衣服的一个地方 然后再往这边看一下 一楼铺的全部是复合地板 全部是复合地板 然后左手边 左手边这里是一楼半个卫生间的位置 这扇门呢 就是衣帽间 以及放一些清洁的一些用品 都是可以的 像扫帚啊 那个 这是 左手是楼梯 装脚楼梯通二楼 这里有一个是 哦 这下面还有个space 哇 它是最大 我可以走进去 它是最大 哦 所以 它是最大 它是最大 它是五岁大 它是整个房子 整个房子 一千多米 嗯 嗯 对 我去到那里 你可以看到 它是整个房子 哦 哇 它是整个房子 它是整个房子 但是它是整个房子 它是整个房子 这个房子的设备啊 都是在地下的 但是地下是不能住人的 它是一个储藏的空间 差不多面子有1000个尺寸 谢谢 1000个尺寸左右 然后我们这边看一下 这里右手 右手呢就是车库 两个车的车库 车库里面呢有充电装 可以充电车 哇 这个厅还是非常不错 我觉得这个客厅还是蛮赞的 家庭厅很大 两面有窗 很好的感觉很阴凉的 家庭厅当中是餐厅的位置 这里就是厨房 它是个游行厨房 厨房的柜子应该是以前的没有变破 是深棕色的 这种都是可以换的啊 颜色不喜欢可以重新换 重新漆 台面呢不是大理石 是木头的 这些都是可以重新换的 然后它这个是两个烤箱 上下两个烤箱 嗯 这个也很好清洗 是五个孔的这个灶台 这个很 这不是不锈钩应该 这个是很好清洗的 上面是微波炉 非常不错 然后我们院子去看一下 这个院子是非常的灰整 哇 院子好不错 好大啊好厉害 下来 草店你看打理的整整齐齐的 好像刚刚有人来割过草 推过的 看到吗 这个院子很舒服 那里有一个小的储藏的小木屋 是放东西的一个地方 院子非常舒服 这里 这个房子背面也是非常简约的 很漂亮的一个堵洞 这里 the shed stays you have raspberries and poison berries oh wow that's raspberry raspberries and poison berries 这种的是那个蔓越莓 树莓 oh还有黑莓 oh还有挺rv的 挺rv 看一下这里都是非常不错 种的这个梅子啊梅子 到秋天的时候就是可以吃了 oh that's one 那里是种那个葡萄的 一块小的是葡萄 生梨 都是果树 种梨的 这个估计今年吃不了吧太小了 and then there's more plantar boxes with the lights for garden for garden you connect and you can do your garden oh ok cool wow 这里呢他你看他这个接水口也接好了 这里是一个个都可以种菜的菜园子 都是种菜的缸 那里还有两个非常不错 就喜欢吃小水果的朋友们啊 就是他上面院子后面种的一些果树 然后这个生梨那边有葡萄 感觉这几个小水果都是非常可口的 美味的小水果 啊 进去看一下这个院子是非常不错非常大 现在去二楼看一下 转找楼梯通往二楼 上面有窗 上来看一下房间应该是很大的 楼箱也一千多尺每个房间超大 上来以后先看左手边吧 双开门是个主卧 主卧的空间 主卧的窗直接可以看到后面 绿油油的院子 然后呢这里 这里是主卧的卫生间 双台盆 哎呦 有点滑地下我穿的是袜子 有点滑 马桶 然后浴缸 这旁边 放毯子放毛巾的地方里面就是衣帽间 嗯 非常不错 这里面就是衣帽间啦 ok 主卧的印帽间 然后楼梯上来再看右边 右边两个房间 先看这个房间 这是第一个房间 这房间ok 他这个地毯都很干净 全部弄过了 这里呢就是洗衣房 洗衣机烘干机 西房的位置 有窗 采光也蛮好的 然后这个西房旁边呢是第二个 二楼的第三个房间 也是第二个客户 这个房间蛮大的 也是对着后面的街景院子 然后这旁边呢就是二楼共享的卫生间 房间都可以 比较的紧凑 但是也是够用 感觉相当不错 这套房子五十多万 性价比特别高 我估计这套房子估计是要加价的 原价是拿不到 最近我们由他州的房产 现在又开始火爆了 因为他价格开的就比起价就比较低 所以应该是要加点钱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 然后今天看到的这套房子 五十多万周位秀的房子 您还喜欢吗 对这样的院子还满意吗 我觉得满分十分 根据至于这样一个价位来说 给他打九分吧 还是比较性价比比较高的一套房子 然后地理位置又好 离海现在的学校学分都是比较高 老公里学校现在都跟上来了 去年这样平下来的话 我看了一下大概是分数都是差不多八分 学校非常的多 原来七分的码多现在都升一分 就往上晋升了八分了 然后也有些九分的学校都不错的 也有功力的 有些私立需要可供选择 那如果你喜欢今天这样套房子 或者在犹他州沿湖城有这些需求 欢迎举于我去的联系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